当地时间1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见 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中俄保持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 两国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体育交流年活动有序展开 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加热络 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调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 发挥引领作用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有力支持 深化贸易 农业 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 双方要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推动各方增进团结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维护本地区安全利益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 普京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普京表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俄中有益与互信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固如山 俄中都主张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 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个别国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采取挑衅行动 俄方愿同中方巩固深化双多边沟通协作 扩大经贸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继续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深化合作 打造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权威平台 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 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